晚上10點多 丁信男子和他的35好友 肚子都餓了要吃宵夜 但是他好幾個月沒有繳電費 他的住家被斷電了 一群人只能摸黑泡泡麵 這時候門外傳來敲門聲 一開門都是玻璃室 嫌犯以為又有朋友來 門一開好幾位便衣行警衝進來 結果沙發椅旁邊有槍還有子彈 槍枝零件散落一地 原來他們邊開趴邊改槍 雞牛座 雞牛座 現場不只發現雞牛座改造槍枝 情犯還在一旁黑色塑膠袋裡 發現一把長槍 你現在到這裡爬了嗎 不會爬了 這邊要弄勾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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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不動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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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可以幫他爬 這是裝飾用的 勾場品你知道嗎 嫌犯有人公稱 這把長槍式古董觀賞用 但這麼多人怎麼說得清楚 通通帶回警局 看到幾個變衣的 就帶了四五個人有 男男女女都有 鄰居說寧靜住宅 怎麼變成了小型兵工廠 三男兩女擠在黑漆漆的屋內 又熱又沒電 定期男子有毒品傷害等前科 這位被搜出長短槍還有子彈 附近鄰居得知消息先驚驚 原來樓上住戶不是上班族 而是槍擊要犯 嚇得冷汗直流 記者楊中盛 邵紫陽 新北市報道 確信經中盛 接著的 都有 有 有